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味厨娘的美食视频 今天就用糯米给大家分享一个不一样的美食 首先我们准备900克的糯米 我们将糯米装入一个大碗中 用手轻轻地淘洗一下糯米 浸泡一段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一个小时时间到了 我们看一下糯米已经是原来的两倍大了 这样说明糯米已经吸足了水分 这时候我们把糯米控水捞出 放到蒸锅当中 然后我们用手把它铺平整 在中间用手指弄一个坑 盖上盖子大火蒸30分钟 这个时候我们准备一个大碗 在碗中加入适量的葡萄干 一把红枣 适量的食用盐 和适量的淀粉 然后我们用手抓拌均匀 因为淀粉有很好的吸附性 可以把红枣上面的脏东西吸干净 抓拌好之后 我们加入适量的水 把红枣清洗一下 先清洗一遍 之后我们再换一盆清水 再次清洗 直到把红枣洗干净 和葡萄干的水都变得清澈即可 我们把葡萄干和大枣 控水捞出放在案板上 用剪刀把红枣剪开 把枣盒去掉 然后再用刀把葡萄干和红枣切碎 放入盘中备用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糯米已经蒸好了 满满的糯米香味 这个时候我们把糯米盛到一个大碗中 然后放入切好的红枣和葡萄干碎丁 再加入适量的白糖 用筷子搅拌均匀 让所有的食材都均匀地混合在一起 然后我们再用手去揉糯米 把糯米放到案板上繼續揉 揉好之后给搓成长条 用保鲜膜包起来 包好之后我们再用手来搓一搓 让它更加的紧实 接着放到冰箱里面冷藏三个小时 时间到了 我们把糯米糕取出来 把它用刀切成小块 把它用刀切成小块 摆到盘中 这个时候的糯米糕其实已经可以吃了 但是为了我们的口感更好 我们要进行下下一步的操作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小碗 在碗中加入两颗鸡蛋 用筷子快速地搅散 接着我们在另外一个盘中加入适量的面包糠 接着我们取一个糯米糕 再裹上一层淀粉 接着我们再让裹好的淀粉的糯米糕 再去鸡蛋液的碗中蘸取鸡蛋液 再裹到有面包糠的盘中 让糯米糕外表均匀地沾上面包糠 按照同样的方法 把所有的糯米糕全部都沾上面包糠 这个时候我们起锅烧油 锅中加入一些油 油温五成热的时候 加入我们准备好的糯米糕 我们将糯米糕煎炸30秒 炸着定型后 我们再用筷子翻面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筷子不停地翻动 以免被炸糊 好了 今天炸到我们的视频中 这样两面金黄就可以摆盘出锅了 炸到我们的视频中 这样我们一个炸糯米糕就做好了 外表焦香酥脆 里面松软有弹性 真的是太好吃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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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